修法要讓這個全府保持計畫 資訊公開上網 審查也要有公民參與 我們今天參加的團體有 臺灣水線保育聯盟 還有高雄市碼頭三次來專門協會 環碼頭三次也會記錄連埋場之間會 也是啦 也是黃衛銘會長 還有草山生態文史聯盟 有方簡藝術長代替代表 然後臺灣牛角郭自然農委協會 吳慧美秘書長 內南社區發展協會 公文雄理事長 搶救大潭藻礁型農聯盟 潘中正老師 臺灣環境輻射走調團 林瑞珠小姐 好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最主要是 我們今天跟陳嘉華委員 跟劉建國委員 我們一起再關注這一個議題 這因為是 我們需要落實這個水土保持計畫書的審查 一定要資料公開 而且還要有公民參與 一向我們都說這好像是黑箱 等到他們審查完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今年2月陳嘉華委員 他就已經有積極像這個蘇貞昌院長 還有榮委會的主委 建議這個水保計畫資訊的審查要公開 而且他們也都願意支持這個提議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召開就是說 要政府趕快落實實行 因為自從2月到現在 我們沒有看到水保有公開或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先邀請我們陳嘉華委員 先講他的提議的事 大家早 在過去這10多年 就是針對一些開發案 像那個掩埋廠開發案 那今天那個馬頭山 繁衍掩埋廠 事業掩埋廠是就會也來了 像那個陽明山寶貝駐六支六 那今天那個方檢代表這個參與的團體也來 那水資源也有關心 那過往的這個 去關心這些案子 都發現環評有公開審查 環評的資料也有公開 也有公民參與 但是水保計畫 卻是另外一個沒有公開的審查 那沒有公開的審查後來呢 透過訴願 或者是透過要求 有看到水土保持計畫書的部分 都發現有非常嚴重的這個錯誤 那錯誤是跟誰比較 就是跟環評書比較 那像六支六 挖田土方本來24萬方 卻變成48萬方 後來變成58萬方 那像馬頭山的水保計畫呢 他把那個地下水位呢就亂寫 一下寫有一下又寫沒有 那沒有就是正確的資訊呢 那委員呢 水保審查的單位 他就會很容易 可能就容易就通過了 所以我個人就是因為 參與過去這些案子 發現呢水保計畫是很重要 那目前我們的一個大的開發案 有環評水保還有都市計畫 或國土計畫的審查 以前是區域計畫 那這些三大的審查呢 區域計畫跟這個都市計畫 或者是環評都有公開 那資料也有公開 也有公民參與 那只剩下水保 所以我在進入立法院之後呢 我從二月就開始跟農委會的官員 然後也跟農委會的主委 就是我在三月十六號質詢 也跟蘇院長 也跟這個農委會的主委 當面再請他們一定要將水保計畫公開 然後這些請他們承諾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有些是需要修法的 但是把資料公開應該是不用修法 一個行政部門 他如果願意把那個水保計畫 現在所有審查的水保案件 那我們現在初步就是有環評的 需要環評的水保先公開 因為這個是比較大的 那政府會說水保計畫非常多 還有簡易水保 所以我們目前還不需要去要求 沒有環評的水保計畫 那這個部分應該就可以 杜絕一些故意寫錯 因為故意寫錯跟衛照呢 在地檢署是很難去判斷的 所以很多業者為了規避 規避這些漏洞 他們就把很多環評環保的那個案件 就丟到地檢署 就是他們地檢署檢察官 因為也不是環保的專業 他們都很難判斷 所以最後就會吵吵了事 就沒有罪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呼籲農委會 政府要趕快把水保計畫相關 公開審查公民參與的法規 趕快修 然後現階段即使沒有修法 也可以公開審查的水保計畫的資料 以上 我們下位有請草山盛太武史聯盟秘書長 謝謝 我想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很積極的在做了一大堆的事情 那其中呢 按照疫情的掩護 也通過了很多的開發的案 那 這種的開發案 他用了各種的名目 像我們今天談這個數字 所以水土保的計畫就是其中的一件 那我想陳委員對我們這個六支六的事情 非常了解 從環平通過的二十四萬變成二十八萬變成五十八萬 那他最早提出來是八十五萬 他才只有整地還沒有去蓋房子 就已經找到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我建議就是除了環平的案子之外 還有就是保護區跟水土保持 跟那個土石流的潛市區 跟土壤液化區 這些地方的這個水土保持計畫 必須公開 那其實我們把 他們把這個區域計畫也好 都市計畫也好 還有就是水土保持計畫 還有環體 就互相的交叉掩護 經常就是 反正我頭過身就過 我只要有一個計畫過了 我後面就可以把它弄過 反正政府是一體的 特別很多大案子的開發單位 就是政府 你能不過 像剛才講66 過去幾十年來 我們都以為 這是自辦重劃 私地主做的事情 但是後來最後發現 這個所謂的私地主後面 最大的地主 大概50%以上的 是台北市政府 還有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也在 像國防部 國財政局 也有主機在裡面 所以這個 其實根本就是一個 國家 透過了 這種 他的這個 法定的程序 他 給自己開後門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需要修法 就貫徹政府資訊公開法 跟行政程序的法 這些案子就可以解決掉 因為你一旦修法 會給這些行政部門 帶來一個 給一個後門說 因為現在法律不完備 我覺得這是屁話 光講這個法律不完備 就構成偽造文書 為什麼 所有的法裡面 從我三十幾年前 開始當記者 所有的法在修的時候 都有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縣 還有主管機關 令定之 他都 或是 這種 他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行政法 都有這個開後門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用 行政程序法 你如果要不在此縣 不在這個法裡面 法有備載不完的 那你就用行政程序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 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擔任 這個台北市的這個 廉政透明委員 兩年 一任 那我就講這兩件事情 因為這個兩個事情 看所有的弊案 他都可以成立 他都可以成立 所以這已經變成一個通案 所以建議 陳委員 現在我們不要去說 因為我知道 有些民間團體 是以正立委修法為 他的業績的考量 我覺得這個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法已經太多了 現在搞到就是說 你越修這個法 他開的後門越多 因為他還是有 剛剛我講的 主管機關 同意著不在此縣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要趕快去把 保護區的 還有 那個土石流潛市區 跟土壤液化區 這個要把它放進來 然後 而且要豎集既往 過去的東西 更要公開 我們再來檢視他過去有多少問題 謝謝 我們下面邀請那個 馬侯三號 還事業會簽入也蠻想的 理事長 理事長 歡迎 委員 還有各位先進 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也是 因為在這個疫情這麼嚴峻 我們也是專程搭車北上來呼籲 農委會對這個學徒保持計畫的審議 應該要將審查的資訊公開 並納入公民參與 共同參與的這個機制 因為這也關係到我們國土的安全 以及人民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以馬頭山的那個 掩埋場的案例來講 那馬頭山 它是在高雄的 旗山內門田鳥的一個交界處 那業者要在這個地方 開發一個28.74公頃的 廢棄物掩埋場 那它的掩埋高層 它的高度在大約100公尺 那也有環兵委員提出來 就是質疑這些業者 你們是在造山嗎 那在水族保持審查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當地的居民是沒有辦法參與 那資訊也得不到完整的資訊 那環坪中 它的地質地下水跟生態 是有很多的一個爭議在 那這個業者呢 也在環境就是說明的那個環說書裡面 它有多 也就是說它的記載裡面 就是它的掩埋場的場子裡面 是沒有常態性地地下水位的 但是呢 我們自就會呢 就是自發性地 就是棄而不捨地去追查 那後來也讓我們發現到 業者所專探的那個監測井 它是沒有開篩孔的 是造假沒有開篩孔的 所以才會導致地下水 它的監測井是量不到地下水位的 所以地下水位它的資訊的不正確呢 相對的 它也會影響到邊坡穩定的一個分析 那碼頭山的這個掩埋場呢 它是位在於二人溪上游 二人溪上游它的那個河道旁 但是它一旦發生水土災難的時候 它就會危急到二人溪下游 兩千公頃的糧倉 以及周遭居民的一個生命財產安全 還好我們自救會呢即使阻止了 這個可能發生的一個 無可挽回的一個環境災難 所以我們再次的一個呼籲 就是那麼會對於水土保持計畫的審議呢 應該是審查的資訊要公開 那並納入公民共同參與的這個機制 謝謝 下面一位邀請高雄市內門區 內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龔文雄 他們特別從高雄來容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內門區內南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龔文雄 我們老遠從高雄上來 就是在這個疫情很嚴峻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不願意 但是我認為這個議題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們就還是上來了 因為我們自己體驗過 遭遇過 感受過水土保持計畫 沒有公開審查的一些困擾跟不安 在我們馬頭山演埋場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的過程中 我們要求我們要列席審查會議 能夠陳述我們的意見 我們要求他要把水土計畫 能夠提供給我們 但是我們都遭受拒絕了 我們都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他們在審查的過程 跟審查進度各方面 我們無所瞭解 所以我們會造成我們的困擾跟不安 因為環民計畫 經過公開審查的計畫 他都寫避重就輕了 而且很多重點的都沒有寫了 那水保計畫 他不公開審查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他的計畫呢 就我們這個案子來講 他水保計畫 我們是不相信的 但是我們就找不到資料 我們沒有辦法參與審查 那照道理講 當地居民對於整個社區環境 整個地理環境是最了解 最清楚的 那他竟然拒絕我們來參加 陳述這個意見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政府不是說在資訊公開嗎 一直在強調資訊公開 那我們當地居民連資訊 連學法計畫都拿不到 看不到 這個叫資訊公開嗎 我們政府一直在強調公民參與 那麼在這個審查裡面 竟然把我們對於當地環境 最清楚 最了解的 是不是適合來開發的 水的狀況 土地的狀況 會不會產生土修流 最清楚的人 竟然我們 不給我們參加這樣的會議 這個叫做公民參與嗎 所以說我們認為說 也許我們行政機關沒有注意到 我們人民的這些困擾跟不安 但是我們陳委員跟劉委員 已經提出來了 我們希望我們正視他 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了解說 這個能夠公開 能夠審查 對一個整個地方 或者對審查委員 對一個資訊不足的補充部分 其實是有注意的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來改 趕快來改 然後把他這個部分 把他調整過來 好 讓說我們的水土審查 能夠更完美 更完備 謝謝 下一位邀請 台灣牛角坡自然農民協會秘書長 吳慧梅 他們是來自林口 各位在座的朋友 還有一位地方委員 大家好 我是位在A7 應該是何一在旁邊的那個團體 我們還在成立當中 那我們這裡呼籲 就是兩位委員提出來 這個計畫的審查 一定要公諸於民 因為這是人民知的權利 國家的各項重大建設 他在各個階段 跟在還有他的步驟呢 在執行時一定要步步到位 這樣才不會引起民怨 因為我們A7就有很大的民怨 相信各位都有坐高鐵的經驗 連我都有 從台北到桃園 你們一上車的時候 請你看到車廂外面都是暗的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在地底下 那只有從桃園盧竹銀盤那邊出去以後 會看到那個 就是路邊的那個情景 就是鄉村的或者是各地的情景 我很喜歡坐高鐵 因為那個讓我看到那個鄉野以偏方去 很舒服的那種綠油油的感覺 那事實上 這一段從 除了 就是說我講高鐵這個段落 是從樹林到爐竹這邊是挖隧道的 因為中間有一小段 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在龜山 它是有架高的 高架的 那挖隧道的結果呢 它就是開山 挖山 然後組鐵路 結果呢 會讓下面的 就是說 讓這個山裡面的那個水呢 會流失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A7 還沒成立之前有幫國一講 再去做他們地方的一個調查 就聽到當地的農民就說 在高鐵在開挖這個山脈的時候呢 造成下面他們叫三鼻子的這邊的農田呢 水失去了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一半 那造成很多 然後兩田呢修根 結果兩田變荒地了 結果我們就在想 高鐵它在執行都沒有缺失嗎 有按部就班的執行嗎 希望 我們政府在做這些計畫的時候 一定要 我剛剛講的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執行 不要再有下一個 像說就在他們馬頭山旁邊 小林村的一個悲慘的事件發生 謝謝 謝謝 我是台大選政委保育聯盟聯綠域 有關於這個農委會的水保計畫 它的設置要點 我們特別進去再給它看一下 到現在為止沒有公民參與的這個機制 自從二月陳委員提議到現在 他們的組成小組是召集人、專家學者、當地的縣市政府 就甚至還有都市計畫裡面的這些有關水保的 也是當地縣市政府的召集是專家學者 建築、都市計畫地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衛生下水道、水利、電力這些審查小組組成 就是還沒有所謂的公民參與 那沒有公民參與的話 絕對會有一些他們所寫的內容會不實 因為我今天他是利害關係人 他是業者 他用開發他絕對會避重就輕 那造成像剛剛我們說的 高雄內門他們之間就是有這種訴訟的案件 包括姚明山寶貝案序6-6也是有訴訟的案件 之後才在法院去撤銷這一個水保的通過 那個環評的要重做 所以我們要求今天我們公部門要立即公開這些審查的資料之外 還要趕快設置這個公民參與的機制 我們沒看到 我們希望說今天你們可以依照行政命令就立即去實行這件事情 到現在都沒有 我們呼籲政府你不要說再這樣子繼續好像意思說疫情中什麼都不做 疫情中就是更要做很多事 好 謝謝 今天就是我們呼籲政府即使沒有法也可以公開 那修法就是一勞永逸啦 就是包比照環評比照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國土計畫趕快修法 那我們鋪個口號 好 大家來過來 水保 水保 水保計畫 資訊公開 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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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參與 水保 水保 計畫 資訊公開 水保 計畫 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 技制 水保規劃 公民參與機制 公民參與機制 水保計畫公開審查 水保計畫公開審查 公民參與機制 公民參與機制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謝謝 還有問題 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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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涉及到法規 所以他們有去要研議相關的 要修訂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持續做討論 看要修法規 所以他們是可以這樣修法嗎 蔡老師 他們目前主委有公開表示可以修 事實上他們願意修 行政命令都會有 所以就是說 該修的部分修 如果現有行政命令可以公開就公開 那我們會在這農委會做溝通 目前這個部分政府是得以去促成 我們得到的訊息是这样 所以才沒有討厭 所以他們今天行政命令都可以公開 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呼籲說 有行政命令現在開始 沒有 即使還沒修法就可以公開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有找的 但是我們現在關心的不只是土石流保護區 不只是土石流潛市區 不只是土壤維化區 不只是保護區 其實潛山很多生態敏感區 也要納入 要保護 所以就是 按照行政程序法 才會有利益相當的 很多地方還是 還是需要去有法令來支持 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環境的保護會比較周全 好 那我們歡迎劉委員 劉委員 我們今天就是呼籲水保齊保 那你也講個話吧 來 支持 好 陳委員 還有各位團體的代表 還有各位媒體的心理 大家辛苦 我想水子保持計畫 陳委已經相當了解相當透徹 我們只是希望這個水子保持基本上就是應該 類比這個防禮謀一樣 必須要有公開的一個審查 那要讓更多的公民 哪裡來一起加入 我想這樣對台灣這麼多的山坡 這麼多的水子保持才有一個良善的 一個公開的一個人民的共同的監督 我想這是一個正確的一個方向 不應該還有這種只有官方來決斷 台灣的整個水子保持的這樣的一個方法跟方向 我想這個是一個必然的一個 必須大家要共同來 很坦然的來這樣來面對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陳初委 一直對這個公開資訊 也一直努力不限 所以應該我們在這邊也呼籲 陳初委對這事情應該要特別來 來做相關的一些回應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不管是水子保持法 還是環環環裡面的有關水子保持的相關的計畫 也應該一併來做這樣的處理 因為畢竟台灣是一個寶島 那這個寶島很多的過去到現在 很多的說法是因為不管是官方也好 還是開發的業者也好 對於這種事情的不重視 不在意導致很多地方都造成難以回顧 甚至影響到中下流一方的這樣的傷害 這個很多的案例我們都立立在目 所以今天就跟陳初委來共同 大概這幾個會來呼應這件事情 謝謝 水保計畫公開 水保計畫公開 公民參與機制 公民參與機制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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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場 那個藻礁的記者會即將開始 我們稍微準備就開始 請問四位 請問三天 請問四位 我想請問五位 燉燒 經營 使善庸 互相